辛苦你了 兩位也辛苦 我們還好 我們還可以坐著 兩位也是沒事辛苦 一整場這樣子不見了 我先讓帥哥先聊 待會兒讓美女來壓軸了 您今天也來了幾趟了 第二趟 要真的要再度恭喜你 所以廣播現在對你而言 代表什麼 我原本是念電極系的 然後我是在科技公司上班 那因為跟圖傑在一起之後 就因為有機會跑來做夢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奇妙的女神 所以你沒有跟圖傑老師說 圖老師好 今天露了一個 BABY來 然後呢 企劃被亂講被你們這樣拿走之後 兩位有什麼計畫 我之前有跟她講 因為她說寫企劃 對她來說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然後我們真的是花費了很大的時間 像這次企劃是總共 全程是八個月 然後還不包含後面在寫競賽的時間點 所以我們兩個有承諾 如果連續拿三屆的話 她就可以退休了這樣 所以她就可以不用再參加企劃編創 是 那這個企劃可以變一個企劃 就是真正的BABY WOW 我覺得我們會先拼完明年 然後看一下明年的狀況怎麼樣 是 必定要升一個好的節目企劃 還是要花蠻多的時間跟精力的 是 那當然我們接下來講問一下女主持人 今天的最亮的一顆星 沒錯 其實從一開始看你看到最後 對 厲害 在這個主舞台可以持續看到你 選了什麼就在你這次的主舞台 很想要就是 跟大家講個內心的那個話 哇 其實我覺得今年對我來說 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因為 接下這麼大的一個典禮的主持棒 心裡當然會很緊張 然後希望可以把它做好 但因為今年剛好又有入圍獎項 所以我覺得那個緊張感到 最後上台之前的時候 就是緊張 彈劾 想得獎 會不會叫做我呢 這幾件事情一直在腦子裡面 瘋狂的盤旋 然後旁邊的人就會說 沒問題的拿出你平常主持的樣子 我說對 但我那個心裡面想得獎 那個入圍者的一直冒出來 所以我覺得今天對我來說的話 是一個很多心臟 一直不斷在跳動的感覺 但現在終於結束了 我覺得其實很享受這個過程 然後也非常謝謝文化部主辦單位 還有森林 真的 真的 我們謝謝文化部 謝謝影視激流性樂產業局 是 對 然後當然 身為主持人呢 你已經跟男主持人的搭配 包括你今天整個表現 要我們講講自己的心得 要我們可以自己打點小小分數 哇 打分數 還是要請男士來幫我們打分數 絕對低百分數 唉唷 還會講話 怕會去櫃算盤喔 對 典禮是一時的 老婆是一世的 謝謝 所以她回答非常棒 讓妳講講心得好了 妳的心得 好 其實我今天在整個過程當中 從一開始本來會很擔心會很傍晚 因為有很多個橋段要一直走 但真的很謝謝整個團隊 其實把我照顧得非常好 然後必須說我們一開始 就在要跟正準哥搭檔的時候 我心裡是有一點點小緊張 因為就像我們剛剛前面講 我是一人嘛 然後她是哀人 所以就很怕說 欸會不會 聊起來的時候 我們那個火花不夠多 但我們在中間準備的時候 其實跟正準哥見了好幾次念 我們也有私下再約出來 我發現她其實是一個悶騷的人耶 就是 我不知道她聽到會有什麼感覺 但我覺得她是那一種 只要稍微熟一點之後 她就會很願意 多跟你聊 然後真的是掏心掏背 很可愛的寶藏男排 我會想說她內心裡面有個男孩 所以今天上台的時候 我覺得很謝謝她 因為三個金鐘頒獎點的裡面 唯一就只有廣播金鐘 我們是彼此有夥伴 我覺得有夥伴這件事情 就像現在Eason在我旁邊 是會讓你覺得很有安心感 那正準哥的個性也讓我相信 如果就算我出了什麼小小的差錯 她也會回穩的 幫你補回來 接住我 對 所以其實今天在整體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是蠻享受舞台 唯一只有剛開場的時候 要唱歌那兩句 讓我焦慮之不已 要我現場再來一下對我們現場內部 再把那兩句重新再來把它Review一下 我跟你們說我真的不誇張 真的唱完那一段之後 我就徹底把旋律趕快就拋出腦後了 真的 太難了 真的 我就說我是主持人不是歌手 還好大家還是有找厲害的歌手 還是有理想混的 Eason來這邊演唱 我覺得很棒 所有的團隊各司其職 希望大家都喜歡今天的頒獎便利 是 真的要衷心的恭喜你 也要祝福你未來 不只在廣播 我相信未來有更多的展現 你一定有更多的路途可以繼續往前走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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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